因为这个护栏坐的太靠马路了 我车转弯的时候插在这个水泥潭子上 这里很迟到现在都还在 张先生住在杭州十三弯项离河方街很近 事发地点在这个老小区的内部道路上 张先生说为了保留证据 不方便把车再开过来 我们的采访车是一辆越野车开过来试了试 其他地方看着空间足够 张先生妻子挂到了这个位置 由于花坛往外延伸确实比较狭窄 不过也能通过 张先生说事发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 视线不好路旁边的挡板也比现在看到的更靠外 原始的位置就是在你钉子留下的部位 你可以看到往里面移了多久 移了多少公分 那你可以现在开都已经这么困难 那个时候没有整改的时候 他们就第一天刚做好的时候 这里还算好 这里大概一进去就十多公分 这里更夸张 你看得到吧 这里更夸张 大概这个第一颗钉子到这里的距离 我估计有个差不多30公分了 采访时挡板上有提示说是地级微房 请勿靠近 这条路边上放了块牌子 说道路狭窄 注意行驶安全 据张先生了解 这旁边是一个微房加固项目 由杭州外海潮建设有限公司负责 另外张先生强调 妻子驾车出事过那天 这里没有任何提示 10S店看了一下那个车子的照片 估计是在6000左右 什么车 雷克萨斯 门全部划坏了 门全部划坏了 当时没及时停下来啊 看看 停不下来了 前面一个老太婆 后面一个老太婆 就把路堵住了 急着 那我本来想让他们走这边 也怕两位老太太出危险 我老婆一狠心 就是如果往前面开始装大灯 往后面倒就是 尤其这边车门全部刮掉 他最后选择了 只能是把车门刮掉 因为大灯更贵嘛 张先生说 车是去年7月份买的 总价30万左右 右侧两扇门的划痕 就是那天造成的 至于车尾的刮痕 他说是这几天 车子停在现在的车尾上 被别的车刮到了 已经找到了对方车主处理 关于车门的刮痕 张先生希望杭州 旺海潮公司负责维修 但一直没有协商好 记者跟他一起来到 杭州旺海潮建设有限公司的 注册地址 在这里找到了 这家公司的上级公司 杭州上城区城投集团 工作人员表示 要去核实情况 并让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截至发稿 还没有收到进一步回复 1818黄金也即日报道 张先生反馈 他和杭州旺海潮公司 协商后达成一致 对方答应承担 车辆的维修费用